今年青春专案是少年保护及防疫病重策略 玉里警分局和玉里国中以网络直播方式结合了防疫 向青少年宣导有关疫情的最新规定 还有青春专案的四大主轴 110年暑期青春专案正式在7月1号开跑 为期两个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宣布在7月12号后实施为解崩 而三级警戒持续延长到7月26号 受到疫情影响 玉里分局与玉里国中是以网络直播方式 并且结合防疫 向青少年宣导有关疫情的最新规定 以及青春专案四大主轴 本分局政策队结合侠内校园 以网络直播的方式 向青少年宣导有关防疫的最新规定 并灌输毒品及炸气集团的危害 拒绝加入帮派及色情行业 等青春专案四大主轴 为了避免青少年误入歧途 侦塔队就前往玉里国中的视听教室 以年轻学子最热闹的网络直播 向青少年宣导最正确的法律观念 青春专案目的就是在保护青少年 不要因为好奇心驱使而误入歧途 最后也呼吁家长 多利用时间陪伴青少年 关心孩子如何规划属其生活 并配合防疫相关措施 让青少年能够平安健康成长 逸分局说 为了贯彻保护青少年的政策 利用暑假期间执行了青春专案 由于现阶段青少年多呆在家 将无法从事户外活动 接触网络时间增加 大大提升学生受网络诈骗 网络赌博 网络帮派 以及色情的风险 记者高松松玉政财榜报道 接触网络赌博